各位同学,大家好 很高兴能来到麦子学院给大家讲解 安卓高级开发课程中的蓝牙开发 我是Rex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处在的时代 是一个无线互联网的黄金时代 在经历了PC与PC之间连接 PC与手机之间连接 以及手机与手机之间的连接的时代之后 我们站在了另一个的浪潮之间 即手机与智能设备 或者说智能设备与智能设备的一个连接 那么蓝牙作为无线互联网技术的一个 核心的关键技术方案 为新的互联网技术奠定了扎实的一个基石 那么可以说学好蓝牙开发 则你将能掌握互联网 那么蓝牙开发将带你走进一个互联网的世界 好,在课程开始之前 还是让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可以叫我Rex 来自电子科技大学 硕士毕业 我学的是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之前在腾讯深圳股范围线公司 任高级软件工程师 开发过手机QQ应用宝等软件 我也是腾讯学院的认证讲师 经常在腾讯内部给大家分享一些技术与心得 那么我现在在一家大型企业的 无线互联网技术部门任技术总监 我主要专注于移动互联网技术 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课的课程目标 通过学习本课程 你将具有以下能力 第一是无线技术方案的选行 也就是说通过给大家介绍现有的无线技术方案 让大家了解每个方案的一个特点 然后可以根据你的需求的一个场景 来选择你所需要的一个方案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整个南亚一个通信的流程 第三点是我们需要了解南亚的一个标准 第四点 我们将通过一个实战一个项目 来让大家有综合运用南亚的能力 那么为了达到这些目标 那我们的课程安排可以看一下 这个大纲都在这儿 首先第一阶段是预备知识 就是给大家讲一些南亚的基础介绍 以及各个网络的一个特点 第二阶段是基础课程 在基础课程中 我将教会大家怎么去使用南亚 怎么去传输数据 那最后一个阶段呢 通过一个实战的一个项目 带领大家更深刻的运用这个南亚能力 这是我们的一个课程安排 那么学习方法呢 我这里总结了就三点 第一是要看 看官方的资料 官方的资料是最权威的 我们知道 第二点呢 是要动手练习 因为编程是一门 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必须要通过练习来达到 加深记忆的能力 第三点是重复 不断重复 才能把老师教的 变成自己的 好 这是说在前面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进入一个 南亚的课程介绍阶段 在之前说了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已有的市面上 已经商业化的一些无线传输方案 我们看一下大家最熟悉的WiFi WiFi是什么呢 WiFi就是说一种无线网络 对吧 它工作在2.4G或者5G的一个频率 它的有效传输距离是10米到数公里 我们常用的家用的无线路由器 可能它的传输数据只有10米 我们经常会发现 当我把无线路由器放到客厅 或我在卧室 或在其他地方厨房 凉台上玩的时候 会发现信号有衰减 大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这个WiFi的传输距离 它是有线的 而且穿透力不是太强 而这个数公里呢 我们常说的是指商业WiFi 我们看手机上会有 ChinaNet之类的WiFi 这就属于商业WiFi 它的传输距离可以得到数公里 它的传输速度是根据 你的WiFi所选择的协议 有所不同的 最初的WiFi的协议是802.11B 它的传输速度只有11兆 而后面改进的802.11G 这达到了54兆 可以接近局域网的速度 那么现在比较普及的是802.11N 能够达到600兆 这个已经超过了百兆的局域网的速度 当然这个只是理论速度 但实际使用过程中 它有急剧的衰减 根据你的网络的 根据你的天气的情况 你的所处的位置等等 它是比这个数据是有所下降的 最新的802.11C 目前已经商用在iPhone6上 它的传输速度可以达到1.3G 是相当快的 这属于千兆网的范围 我们说一下它的应用场景 它的应用场景就通常使用在一个智能家居上 比如说你可以远程控制你的电饭宝 进行煮饭 或者是说加热等等 也可以远程控制你的冰箱 电灯等等 这些可以通过WiFi的方式进行控制 那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无人机控制 就是说你通过手机与你的无人机 进行通过WiFi连接好之后 然后你在手机上进行控制 把手机作为一个遥控器来控制无人机 这也是WiFi的一个应用范围 那WiFi正因为它的传输距离比较长 所以说它的功耗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那除了WiFi 我们看一下NFC NFC它叫进场通行技术 它是在短距离内 举兼容设备可以进行识别和数据交换 它的传输距离是非常短 通常在20厘米以内 它的工作频率是13.56兆赫兹 之前WiFi是2.4G 这是公用的一个频段 这个频率就比较低了 它的速度也比较低 大概是400K以下 但是它的优点是不需要电池 功耗很低 但应用场景就很多了 比如我们现在流行的手机支付 门禁等等这些都是NFC 当然还有些信用卡 比如你拿着iPhone6在信用卡上去读一下 你会读到你的信用卡最近一笔的交易记录 当然还有一个Google最新在Android 4.0 推出的一个功能叫Android Beam 我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 就是在两台手机 在两台支持Android Beam的手机 相互轻轻碰一下 它能够就传输照片 传输通信录等等 还是比较有趣的这功能 那下一点就说到我们的主角 蓝牙 什么是蓝牙 蓝牙是一种 蓝牙也是一种无线技术标准 它可以实现固定设备 移动设备和楼宇 个人浴望之间的短距离的数据交换 我们注意到它是短距离的数据交换 它的传输距离大概在10米以内 就我自己做的一个实验 大概5米左右传输是还可以的 到10米它的传输速度会急剧下降 但是它的理论传输速度 它的理论传输速度是24兆 这是最新的一个蓝牙标准的速度 叫蓝牙4.0 蓝牙同样是工作在2.4G频段 常见的蓝牙的应用场景呢 其实蛮多 我们常见的蓝牙耳机 对吧 蓝牙音像通过蓝牙来传输Hi-Fi 同样的我们的无线鼠标键排 也是通过蓝牙设备 最近流行的比如说可穿戴设备 比如说智能手环 也是通过蓝牙来进行传输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车载设备 我手机通过汽车上的蓝牙 可以打电话 这样就可以防止 你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 会有罚单 对吧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这几种无线网络的 它应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NFC NFC呢 它的点接方式是点对点 它的使用距离大概是20厘米以内 就是非常非常短 它的速度也不快 就500K 最多最多500K 但它的功耗是非常低的 蓝牙呢 它支持单点对多点 同样单点对多点 也就意味着它包含点对点 它的传输距离呢 10米以内 它的速度是24兆以下 它的功耗相对来说比较低 那WiFi呢 它支持单点对多点 也是可以支持P2P P2P 点对点的 它的使用距离呢 是比较波动 比较广泛 家用路由器 大概就是10兆 商用路由器可以达到1000米 到数公米之外 这个取决于它的功率 功率越大 传送距离越大 它的速度 按照最新的8000.111AC 它是可以达到1.3G 但是目前还是不是很普及 它的功耗是相对来说比较中等的 好 以上介绍了这个 现有的无线技术传输方案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常见的 还有什么呢 比如红外 红外是一种直线的一个传输距离 所以说不太适合 以这样子的一个数据传输 我们知道电视机的空调遥控器 都是通过红外的方式来进行的 只能用于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它呢 不在我们这个讨论的范围之内 好 我们说一下南亚的一个工作流程 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那么我们想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两台南亚设备之间要进行通讯 首先是不是要知道对方的存在 那么怎么知道对方的存在呢 我们需要扫描 第一步就是扫描 扫描周边设备 看有没有相应的南亚设备存在 那找到了之后呢 好 然后我就要进行试配 进行配对 怎么配对呢 我发出一个信号啊 比如我告诉你啊 天王盖地虎 然后你这边回我一个宝塔正合腰 OK 我就认为匹配正确 大家交换一下密钥 就OK 然后连接上之后 匹配上之后 配对好之后 那么就是数据传输 通过这个数据传输 就进行我们的数据交换 这就是南亚的一个传输过程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简单 好 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在下一节课中 我们将开始正式的进行南亚的一个编程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继续学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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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